文化 文化 從過去到現在呢 本來都有 只是沒有 頹背的程度到現在 這麼嚴重而已 過去講文化 這樣專程拿出來講的 沒有過的 人們的內心的思想 有出了多大的偏差 因為 出了這個偏差 所以 才應這個食欲 來講這個中庸之道 透過我們的 細細的行思 活在當今的社會 我們立足在 天地的宇宙之中 想不通這件事情的話 一輩子就是迷信盲從 道 講的是中道 中國是以中立國 中庸之道 那什麼是中呢 中是根本 有東西南北 是因為有中才有東西南北 如果中沒有找出人 他才有東西南北 在過去一直以來 會迷茫 就是找不到那個核心點 找不到核心所以就 亂了方寸 底的核心 不知道東西南北 不知道何去何從 不是人生的歸向 所以 中 就是道 過去古人 過去古人遙傳給順 順傳給予就是傳道 就是傳宗 傳一個道 中庸之道 這個七七呢 是過去軍王 放在他右手邊 隨時來提醒他 中庸 中道 所以隨時在他身邊呢 放了一個東西叫七七 今天真得三家大夫的同意 領大家來到此處 就是為了觀看此物 夫子 這是什麼七五啊 七七 也就是我曾跟你們說起過的 右座之七 鲁國先君將此七 置以自己作息的右側 實實介意警戒自己 在他身上能夠得到什麼樣的啟示呢 中庸把水倒進去 填一下 漆其中的水倒是一半 他就端正 中庸接著倒 好 此漆 無水則涉 水滿則富 只有水量始終才能端正自身 他告诫人们取忠为政 过忧不及的道理 父子 这便是你经常谈论的 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吧 是的 所谓中庸 就是做人处事 要执忠而用 一求其政 既不可不够 也不可不分 我们只有内怀其人 外依其理 才能合于中庸之道 并依据中庸之道 使内心与外表和谐一致 因此 只有坚定的持守 人与礼 并能够审视夺势 灵活处置 方能够不离大道 我明白了 一个人 想为国家的兴旺而出事 是对的 如果实际不成熟 而急于出事 就不符合中庸之道 当然 如果实际成熟了 还不出事 也不合中庸之道 以父子之言 中庸之道 对于为人出事 是至关重要的了 是的 即我多年知学所得 人 理 中庸 三者 缺一不可 在人生道路上 中庸可以使你 心地端正 少做 或者不做措施 使你以正确的方法 实现你所追求的志向 恐怖子 已经说得好极了 这个七气 古人讲的叫谦卑 这个谦卑 不能够太过于满 那也不能够呢 太过于偏 也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 不偏不宜 今世自用之道 是用在正常生活里面 把道体现出来 所以道不在寒颜枯木 道不在搞木死灰 不是把自己藏在 埋在什么地方 说我在修道 那不是道 道是拿一个度 所以中庸之道 是非常完美的 但是人们能够把它实践出来的 实在是太少了 孟朗不知他说 天下之道 有正有权 正者万事之常 权者一时之变 非体道生者不能用 离了道很远以后 他就不知道 拿虐那个度就拿虐不到了 所以只有体会深刻的人 他才能够理解 圣人说 为人人 能爱人 能误人 只有人得的人 他有找到那个度的人 他说的话才符合的 叫能爱人能误人 他说这个人不对才是不对 不是我们说不对就不对 能爱人能误人 他说这个人他德行好之位 他站在比较高的高度去说这个事 所以中庸之道 是我们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这个麦克风调得够大声吗 太小声吗 刚刚好 恰到好处 就是中庸之道 我们可以调大声 也可以调小声 可是如果让你听起来很压抑 很挤破 很紧张 这个时候就天理的中庸之道 等会儿要下电梯 电梯的空间就那么小 你讲话巴拉巴拉巴拉的讲 然后人家旁边 已经压迫到他了 你不知道 你没有到吗 还洋洋得已啊 哇 侃侃而谈啊 高谈阔论 不知道自己没有到 就那么小的空间 你一个呼吸 人家都会闻到你的气 你的气味还在那边 大大声的去讲 中国称之为李易之邦 到了国外 到了餐厅 到了公共场所 那个声音又大声 又响亮 你是说给谁听的 终不都不知道 电话响了 静静的拿到后面去 没有人听到 要自己去讲 电话拿起来 喂 妈妈 神家在上面讲课 你下面就在讲话 你不觉得你的声音 已经干扰到所有的学员了吗 就离得到 没有叫你不要讲话 是讲话的大调声 这样讲的恰到好处 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的人是离得到 而不知道 然后以为自己 我只在我高兴 有什么不可以 偏你的一塌糊涂 什么叫中庸之道 你知道微笑的美吗 笑出他的甜美 笑出他的柔和 结果笑出那么花旦 那就不叫中庸之道 道要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走路走得那么快 那里里面是非常的焦躁的 走路走得那么慢 走得要死不活 脚步都提不起来 走路这样走的 你说这个人呢 行住坐卧皆有道啊 道不是很远哦 道在你身上 所以道在日用寻常 重庸之道到底是什么 妈 你们今天气色真好 今天真是好美哦 你要怎么说 没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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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对 自信也是一种美嘛 你说 谢谢你的赞美 另外一种就是 当然咯 天生地只能自弃嘛 这个就是刚刚说的 自信而不骄傲 而这种自信要表现出来 要合乎 透过人文化成之后 你里面表现出来的气质 让人没有压迫 下凌业人家之善 重庸之道 人生难免会失忆 失忆而不丧志 谦虚而不自卑 失恩而不忘报 生死而不迷惑 果断而不草率 温和而不懦弱 正气而不凌人 审慎而不犹豫 这叫忠道 这个核心要抓准 各位家的洗衣机 如果东西放下去不平均 它那个里面在转那个东西就 哇 那个声音就跑出来 叮叮咚咚咚 叮叮咚咚咚咚 也就是说这个中心没有偏离 中心一旦偏离的话 这个外面就偏离 所以你的中心一旦偏离的时候 你一旦没有到你这个运作出来 那肯定有问题了 也就是这个失去平衡 人生失去平衡就偏了 有一个不偏的叫中 体现出来的叫庸 刚刚好 中庸之道 所以说呢 我们做事情要审慎 做事情很审慎 但是呢 却不可以质疑不前 当我们要下一个决定的时候 为什么下不了决定 就是心中无主 下不了决定 心中无主 心中无主是心中无道 里面没有一个中 如果你有一个中的话 你会省时做事 这个事情这样做 符合时机 符合姻缘 符合市场 符合切码 如果不符合 你坐进去丢进去 你再多也不够赔 失去了一个中 身上有一个天品 盛气而不凌人 虽然我们处在一个人生 最好的状态 但是也不会因为这样 人家看到我们 就不可一世的样子 果断而不草率 深思而不疲惑 施恩而不忘报 古人长得很好 天贤一人 以祭天下之鱼 上天给一个人很鲜明 很有智慧 很有才学 很有本事 是让这个很有才学 很有本事的这个人来 帮助比他能力还要差的人 所以他的一切才学与本事 是谁给的 天给予的 所以他会照顾天底下的子民 所以他是天子 他是上天派来的 管理众人的人 称之为天子 他是天才 他的才学来自于天 叫天才 所以天才就会照顾更多 比他智能比较不足的人 这叫天贤一人 以祭天下之鱼 所以我们有天大的能耐 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必须把它奉献出来的 天父一人 以祭天下之贫 上天给你那么富有 拥有几个亿的家产 拥有一切的企业管理 拥有一切的财富 拥有一切的地位 也是希望透过你的富 来帮助那些能力比较差的人 所以当你有的时候 如果只是为你的 子子孙孙的话 那叫自私 如果能够付出 给予更多的社会大众的话 所以叫财善者民聚 财聚者民善 如果一个人太过富有的话 那会遭到贼的 会遭绑架的 如果一个人富有的时候 他会同时去兼顾 照顾到所有他能力范围 照顾得到人的话 就是福利放出来 你所有人来共同想 那就是上天用对你了 你身上有道 跟天一样的高明 所以 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 叫先知觉后知 先觉觉后觉 那也是应该的 所以圣人要不要你去拜他 不要你去拜他啦 圣人说你要去拜他是对的 可是圣人他自己本身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根本不要你去拜他的 是你自动的要去拜他是尊敬的意思 那个后面没有说 我为了这个有个目的 你要来拜我 因为圣人他把他的智慧 他一生所学的智慧 采学全部奉献给天底下人 而他无所求 他因为他的无所求 所以他才跟天一样高明 那么伟大 后世的众生就尊敬他 那叫自然的 我们父亲 留他的汗照顾家庭 母亲辛辛苦苦的 把我们拉拔长大 可是父亲跟母亲 从来没有说过 你要回报给我 在子女的心中 我母亲是这样子 把我拉拔长大的 他手上的每一个 日月走过的苍杀 你都看得见 他无时无刻的 在呵护着这些子女 但是父母亲从来没有说 要你回报他什么 而你就自动的愿意回报他 这叫天性 那是父母亲的爱 是很深远的 所以当他离开了以后 我们还会想到他嘛 对不对 那我请问你 如果你今天做父母的 你要记得哦 妈妈今天给你多少钱哦 你记得以后你要回报我多少哦 那变成是交易了 买卖了 这个孩子有钱 你要还给他 这个感情就没有了嘛 你不是说 我跟你花多少 这样来还你多少 你就完了吗 这样还叫父母跟子女嘛 这就是辩子了 所以有一种 无求之师 没有求回报的布施 一数万中 一例就一例而已 他可以比过 那高三一样高了 有求之师 万金五宫 你只要有所求 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所做的 只是回报给你 完了 意思就是交易了 我跟你们做交易 所以不要用物质 来衡量 无限的生命智能 那您的眼光 是有偏差的 你不会理解 这件事实的 这里面的道 多么神奥 古人多么有智慧啊 他教你说 你做一件事情 是无求的 那所以无求才很久啊 如果有求的话 让个交易 如果我们说 我们现在做一件善事 一定要把名字刻上去的话 名字如果垮下来的时候 你的功德就没了 如果你不在乎那个名字 我事情就能帮的帮 能做的做 那个他的生命的厚度 那是跟天地共长久的 所以您就知道 圣人之所以伟大 他的精神在哪里 无求啊 无伪而伪啊 无伪而无不伪 我们的形式是有伪还是无伪 一切要讲好处啊 好处用完就没有了 一切讲眼前的现实嘛 现实用完就没有了 所以有一种爱 是无尽的付出的爱 那给予 无尽的给予 你就有无尽的空间 这个也无尽的大 道是什么 放之者弥满六合 你身上有一个 可以跟天地一样大的 放之者弥满六合 卷之者退堂于你 这叫宗 这个宗可以放之者弥满六合 不满三千大世界 你想想看我们身上有多么宝贵的宝障 卷之者退堂于你 在你的内心当中 在你的隐为之处 这叫宗 放开来的话叫拥 执着而不拘泥 执着就是一种好的执着 叫折善 折善是好的 但是也要玲珑活活 我们的朋友在到家里去 很热忱的请他吃饭 他说我已经吃饱了 来来来来 吃饱吃饱 吃饱 我已经吃饱了 谢谢 讲两声 第一声也许是客气 第二声就是 我真的吃饱了 来来来来 坐下来吃 弄得他 太过盛情了 有没有到 也是没有到 太盛情也没有到 那你是对他来的 不财不理也没有到 所以有一个到 那个度要拿到刚好 你不招待他就是无情 招待他让他受不了 所以那个爱过头了 父母给子女爱过头了 孩子都受不了 觉得父母亲很叨叨 很麻烦 如何让他感受到 最愉悦 那个爱是最恰到好处的 现在人多么疯狂 说爱一个人 他说999朵玫瑰 你看 哇 你看 在一个情人节 送999 你在表现什么 这种老公可以嫁吗 这样疯狂 那个心意就是 一朵也不少 9朵也就刚好 他送到999朵 那刚才开家里 开个花园算了 那就是不符合中庸之道 我们讲的中庸之道 不是要你表现出你很阔气 表现出你非常有 表现出你很行 要刚刚好 恕富贵行富贵 恕贫贱 恕贫贫贫贫 这里面是有道的 所以传统而不守旧 批评而不重伤 失败而不灰心 工程而不自居 休息而不停顿 理智而不气壮 交往而不过正 节俭而不吝啬 中午没有把饭吃完的人 丢在那边的 请问你说你不是在 暴殿天雇吗 你如果不吃完 你知道你眼睛看下去吃不完 就要把它拿起来 这个父母亲没有交 你这样做你孩子就跟着学 那叫拜家 拜了家风 所以以后每一粒饭必须把它吃完 一粒一饭当师来处不易 半师半礼 横练物理为坚 所以没读过 所以一颗饭都不敢丢 结果现在一堆饭在外面 如果你是只要讲 你的孩子这么做 你会说他吗 你说饭不好吃丢了吗 我说你有没有想到 那个饭的来源是哪里 那我想到的是 辛辛苦苦的农夫 他在整个经营的过程 流了多少汗 结果交到我手上 我有钱怎么样 消自己的福报而已 在点点滴滴当中都知道 好不好吃是在你的心 信定菜跟香 如果觉得不好吃 是你已经被你的大鱼大肉 灌坏掉了 你已经习惯了 浓肥心肝肥真味 真味只是淡 淡淡的人情可以长长久久 那么浓的话呢 爱到你受不了 最后很快就离开你了 那是寻求意识的刺激 所以节俭是美德 那为什么不学节俭呢 节俭是看这件事情 你这个可以吃的东西把它丢掉 所以我很感恩我的父母 从小给我们很严格的教育 吃饭不能吃太饱 重用之道 一粒饭掉到地上都要捡起来吃 就是从小给我们这样的观念 这是家的教育 我如果走出去 人家跟我说 你这个孩子没家家 我心里觉得 哎呦 给我父亲的脸 想到说 我有一点点的好 我要感恩父母 父给我严格的要求 让我走在人生的路上 我知道哪一个分寸 哪要捏到那个分寸 说这样是不对的 不是要跟不要的问题 是我不要就可以不要 所以以后吃饭要注意 去餐厅点菜 今天表示我很阔气 山珍海味点的满盘都是 结果不要走的时候 还有一饭没吃完 什么都有了 还打包什么 对不对 不打包 表示说怎么样 大爷像不像 很像大爷嘛 付了钱的那个叫大爷 这个不是你吃得完吃不完的问题 你让所有社会的资源 因为你的那个态度偏差 而浪费了所有一切食物啊 多少这些闹饥荒的地方 是没得吃没得水用 今天就是你家里再有钱 你水用水也是要有一个适度啊 洗澡洗半小时 每天在那边游泳一样 你看别人没水用 结果就被我们这用光了 没有重用之道嘛 倒在日用寻常 懂得节约 这个节约是社会资源是共享的 一个生日那么小 你看洗澡洗半个小时在那边 好舒服哦 就是没关系 每个月水费电费就是多花几百块又怎么样 它是一个人 用在他心中有一个定位 这叫中庸之道 传统有一种美德我们要保存下去 古人讲说吃饭吃到气氛饱是恰到好处 吃到炸 或者是根本有的都不吃这个也不是中庸之道 小姐爱美三天五天不吃的 结果弄到最后肠位也坏掉 肠位是手信的嘛 时间到了就应该给予补充 那就是要定时定量 你吃不多没关系 可是你知道你的量分量在哪里 刚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找人协助 或者是把它拿起来 晚饭晚餐再吃 或者是交给别人处理 这个都是一种态度 物资的浪费 自己内心有欠缺啊 没有把一件事看得重啊 君子欲胜于言而弥于行 就有道而正言 谨慎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做事情 每一个角度的勤勉很凌厉 这是教我们怎么做 做弟子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 批评而不重伤 当我们在说一件事情 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的时候 只讲事不讲人 借着这件事来检视自己 以后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这叫对事不对人 如果我们讲这件事 就是希望那个人去打击他 这个叫重伤 所以借事来明理而不能够 因为借事来伤人 批评而不重伤 在批评这个事 是为了打击别人 提升自己 我们要说好话 要说到点子上 要说到你能听得进去 不然的话它就变成一种虚伪的态度 这件衣服穿在你身上真是有气质 人家听起来舒服 你今天穿着这个衣服呢 还跟天仙一样 有吗我穿这样有跟天仙一样吗 你美得跟仙女下巴一样 他说有吗 你一说下来他就觉得很怀疑了 赞美而不奉承 后面的奉承那就不对了 一走进去人家家里说 哇你这个家民窗禁忌啊 是安居 你这个家一定住得很舒服 如果我们批评的太过 他是刚刚好 哇你这个家 看起来像白宫一样 哪里有像 一点都不像 你不是摆明了 就是要讨好人家 然后乱套的嘛 乱讲嘛 你有没有看过白宫 说没有 那你怎么说像白宫 在赞美的同时 就是你的程度 你的水平 拍马屁是不好听的啦 赞美是好听的 不要用拍马屁来用这个 取代这个赞美 有时候我们真的希望别人好 说一些好听的话 不能用拍马屁来说 不会曲解人家的意思 明明人家就是希望跟你讲好话 你说你的赞美很好 又在拍马屁 你看这两种思维 谨慎的说话 因为言语就是代表你的思想 思想出了偏差 言语绝对有偏差 所以讲的有一个中庸指导 必须拿捏到这个 你的这颗心 你的这颗心 不断地在善恶好坏 事非当中 不断地去取决 如果以这边找到一个核心点 这边就不会出偏差 所以表现出来 当然不偏差 就是中庸指导 底多而不熟套 赞美而不奉承 挫折而不欺恋 自保而不欺人 低潮而不退潮 正心而不明信 听从而不谋从 慷慨而不揮霍 一窝蜂人跟着去 你就跟着去 那叫三人臣服 三个人说 这边有老虎 那边有老虎 那边有老虎 那道听途说 也就有老虎了 众信而不迷信 各位 在我们人生处事的过程 人家发财 怎样发财 你也相信 大家一窝蜂说 发财了 发财了 大家你一来也发财 就是讲钱想风了 天底线有那么好的事情 有不劳而获的 凭空而得 道听途说 是迷信 迷信可以一夜之复 迷信可以 垂首可得的 所以老祖宗教育 我们只有一个 脚踏实地 比较实在 日子才会好过 所以传统文化 有什么不好呢 就是在于一个 老老实实做人 我们因为老老实实做人 然后就不会这么多的膨胀 爬得那么高 摔下来 摔得不成人秧 所以道就是那么平常 道是一个很朴实的 无死的人才有根底啊 一个人挥霍惯了的话呢 千金小姐 我们过去讲说结婚的时候 是不是要门荡部队 门荡 他家是有门荡的 你家也有门荡 如果他门荡有 你门荡没的话 你那个脚很难踩进去的啊 什么人才有门荡 那个房子一走进去 有前院有后院 那个叫有门荡的啦 这样的人才互相的驾训 因为那个挥霍的对挥霍的 才能够符合嘛 你那么节俭的 你嫁给那个千金小姐 那个千金小姐肯定酸死你了 你什么地方他都酸你不对 说你穷酸啊 你什么的 你日子很难过了 如何拿捏到那个里面的肚 适不适合你 给孩子灌给他吃 他挥霍以后他习惯了嘛 他不是今天要这个 就要那个 今天要那个 要天上的月亮给他 你拿下来给他啦 年纪十七八岁 就给他一部车子 哇又还是名车呢 他想怎样就给他怎样 结果他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干呢 掌握不到一个他自己的分寸 因为人家说 忽过三代的理由就在这里 那很清洁的 他就觉得不习惯了 就会讲说慷慨而不挥霍 你很慷慨 但是不挥霍在不必要的地方 不用跟人家计较 一定要那个名牌 现在大家就是要那个名牌 那个挥霍 从来不曾满足过 所以你家堆的跟垃圾堆一样 跟仓库一样 你家里开了个仓库 就是很需要的 从中搬回家放到家里 现在学会了修行的话 家里越简单越好 把家里不需要用不到的 一年都用不到一次的东西 全部丢出去 不要了送给朋友 看台一点 因为我们不能够往内心世界去 所以要透过消费 花钱来满足那种里面的空虚 花钱老是高兴 花钱老娘高兴 所以给钱的那个当下最舒服 就是什么都没有 就是有钱 当下的那种挥霍 不断地在寻求那种刺激满足你的欲望 里面空荡荡 所以拥有了天下 失去了自己 征服自己是圣贤 征服外面的叫英雄 征服不了外面的最后变狗熊 努力的大半辈子最后 在一夕之间 人格也已经丧失掉了 你欠缺的就是 内在的一点真实 所以拥有这点纯白之心 是多么的珍贵啊 人拥有的这个叫赤子之心 是多么的珍贵啊 欠缺的就是这个东西 理直而不弃壮 我是对的 别人是不对的 但是也不用去争辩啦 理直要弃合 当一个人的境界不到那里的时候 你跟他说那么多事 听不明白的 圣贤的教育里面说 一年到底有三季还是四季 告诉那个一年 只有过三季的 你告诉他有四季 那是说不清楚 说不明白的 因为生命的高度不一样 他遇到的生命的整个的境遇不同 理直而不弃壮 要理直弃合 点到为止 这个也是一种修养 因为他拿捏得到那个度 中庸的第一个篇章 第一个经文的篇章叫天命章 天命之为信 率也信之为道 修道之为教 道也者不可蓄理也 可离非道也 师父君子借胜乎其所不睹 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献忽淫莫显乎为 故君子胜其读也 喜怒哀乐之为发 为之中 发而皆 重结为之和 中也者天下是大门也 和也者天下是达道也 至终和天地为焉 万物欲焉 这篇经文 这篇经文是儒家在讲述一个心法 儒门就讲这三句话 而这三句话就告知 圣贤一辈子在做教化的工作 教化众生来修道 修道的目的是要回归天性的自然 叫率性 你的天性是从天而来的 上天赋予在你身上的灵性 自性 本性 佛性 离开人就错乱了 就偏离了道 道是规律 人有一个规律 宇宙的品神 不可以片刻离开 当你要欺骗人家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偏离了 你的天性 所以欺骗不可以片刻之间 都是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 这个就是离得道 道在之身 所以君子呢 戒圣很警戒的 很小心的 在他眼睛没看到的地方 失去了觉察 恐惧他听到的地方 没有透过正确的判断 没有比那个看不到的 在隐为之处 就像这边长一粒了 结果里面已经坏掉了 长这一粒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的五张六五出问题了 莫显不为 在最隐为的地方 所以小时偷一根针很隐为 长大会偷一头牛 最后关到牢里 你看那一根针一点点而已 所以小的时候 没有给他正确的教育 到最后去危害社会的话 那是谁的责任 父母的责任 你多么隐为啊 所以从小的时候 人格教育 为什么过去的家教有教编 家法 各位你们教孩子 有没有打孩子啊 过去的家法就是 孩子履欠不改 目无尊杂 这些都是不应该的 履欠不改 福心错没有关系 可以原谅 但是呢 蓄意的导弹 那就是要给颜色 以为警戒 要警戒他心不可以放肆太远 现在的 掌上民族啊 同在所心啊 最后就是因为这样 不小心掉下去 爬破掉了 人生希望没了 差别在这里啊 喜怒哀乐 我们身上有风云雷电 外面的风云雷电在我们里面叫喜怒哀乐 在这个喜怒哀乐还没生发出来 那个东西掌控它的那个叫道 那个叫准神 那个叫宗 法尔皆重解 那叫和 一切我们心的作用 所以宗是根本 天下的根本 外面有一个天下 里面有一个天下 外面有一周天 里面有一个心 信天 和也者 天下是大道也 如果我们能够很平和 不生气 不焦躁 那就是平和 所以一句话 听进来 听过了没有什么 所以至终和 天地游言万语言 如果我们里面能够安顿的话 就不会 火冒三丈 整个心脏都要爆炸 不会面容而至 这个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道 宗庸之道 和就平衡 宗庸 宗庸者天下是定理 庸野者天下是正道 启怒哀乐之未发 在没有生发出来的时候 它是一片的洁净 这叫灵性 这叫宗 所以传道就是传宗 还没有生发出来的时候 是灵 原妥妥光作作 生发出来 判断好坏 是非善恶 那叫很平和 的话要符合他的极度 叫宗庸发了 结重结为之和 中央的教话 要让人人人名得成圣 今天学入圣贤的核心 要是要让你这辈子最后成就圣人 今天是来孝圣法贤 孟老师就说 不为圣贤变为禽兽 我有这个话说来 这个很严重啦 你说不是圣贤就是禽兽 那当然啦 不为圣贤变为禽兽 在人就是半阴半阳嘛 你要嘛就成圣贤 圣贤跟佛祖是一样的 要嘛你就下地狱 这样的意思 所以天堂跟地狱没有说 我又有天堂我要地狱 没有的 没有的 脚踩两条船的没有的 清清之气上身 恶主之气下降纳是一定的 所以你要清清之气 善恶分搬 玉石分搬 好人要得度 坏人要召结 他是相连在一起的 不然我们这么苦口佛心 在这边讲这个干什么啊 你要死得去死 要活得去活就好了 不是啊 这是因为人以身俱来 有一个零零绝绝的绝心 他是必须要得到核心的 回归到这里来的 所以这个叫绝学啊 往胜的绝学 成就的圣人之学 不是一般能够理解的 也不是你一般能够壮见的 所以不是主上基德 前世基修三生有性 不可能进入这个领域 所以唯一天下自成 你身上有一个能量叫成 这个成 发挥到极致 可以参战天地 当你的内在的自成呢 能够发挥出来的话呢 就是自信的真正的表露 能够知天啊 回归到天 参战天地 人可以与天地同在 观世音菩萨他去做佛这样 菩萨他去成菩萨这样的意思 是一样的 所以道有两层 一个是做人叫人道 回天叫天道 天人合一之道 我们身上有一个与自俱来 本自俱读的 天性自信 佛性叫自成名 本来他就是光明的 不用修 所以今天里面要得的道 是不用修的道 这么好的事 你说不用修的道 有那么好的事啊 不然我说观音不知道 四九岁他去哪里了 他四九岁他多能修 有一个不用修的道 那就是你自信的彰显而已 那叫天道 把人做好 那叫人道 叫自名成 就是因为我已经污浊了 我已经洗染了 会抽烟会喝酒 大鱼大肉这样吃 身体吃到已经不行了 赶快戒掉 叫戒掉 叫做让不光明变光明 叫自名成 这本来就有一个光明的东西 如果本来没有一个光明的东西 你擦它还有什么用 过去的修行的人 他说拿砖来磨 拿砖来磨 就是磨死你也没用 今天不是拿砖来磨 你本来就是一片明镜 你只要擦干净 就啪照出来了 现在关键就是 那个明镜要让你找到而已 这个只是一个过程 这个叫教 教你怎么做 这是人道 所以现在把人道做好了以后 让你回归天道 是从天道、人道合成一道 道可贵在什么地方 无价宝啊 天道是自成 人道是自成 让它的真诚流露出来 它本来就有的 人道、天道 自信是你的本来 教士一切的作用 是重跟庸的差别 所以人道是生来时去光明露 各位可以从那一刻开始真心灵命 能够明星见星、见星合天 千年等一回啊 几百年、几千年已经过去了 不曉得他做几次人了 还在这个地方 还找不到 你说我们在忙什么 再等一个时机而已 终于等到了 这样就是 不离到 你知道你有到的时候 你就不敢再离开他了 叫做良心发现了 你现在良心发现 你跟你父亲讲话 你还跟他对着来吗 你不敢了 我跟你说 真的 我以前也是 我也是个性很倔强的 但我一句话不小心 吃到我父亲的时候 所以我知道我罪过大了 从此以后我就改邪归正 所以我对他们 态度我现在 让他们没有感觉到 我一点点的压力 所以我父亲最爱我 我弟弟还没察觉 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做 我是做人儿子的 父亲在怎么样顽固 我还是要尊重他 这个就是人道 你会做人人要有道 天道才能够回 人缘满的回归到天 有一个自成无喜的道 自成无喜 那个自成无喜 就是一个不死的啦 你身上有一个不死的 如果你身上会死的话 我们今天忙都是 白忙的 白说的啦 你身上有一个 不死的能量 叫自成 他不曾停息过 天地坏掉了 他还在 不然你就关于不知道去哪里了 不然你说佛 释迦牟尼侯去哪里了 那你说老子去哪里 空子去哪里了 就是因为他找到了 那个自成无喜的道啊 所以他人能够为天嘛 反而根本 人能上达天道 人能上达天道 尽人之信为 就是说你本来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可以 应应叫你去的话 那是对你来讲 太苛刻了 是因为可以 所以你才觉得说 阿威 会心微笑 毛色顿开 阿 真的可以 这样 人能尽性就能合到 才能够不停息 不然你说会停息的话 我们做三年做五年就不要做了 我们来这里已经十年了 十年就这几个小萝卜头 你说还有什么好做的 对不对 搞企业搞十年还搞这样的 像什么花 这次不是作业机 这在等时机 不是作业机 这时机再早也没有 那未来会怎样 那是天的事 那叫尽人合天嘛 您要知道话说 你听得懂人 江太公在贵水调 鱼水三寸 愿者上钩不愿者 回头是度有缘人 佛度有缘人 今天听不懂话的人 对不起 没关系 请便 听得懂的人 你法喜充满 这辈子你的度 恭喜你 所以身上有一股能量 那叫德能 智德 不用修都有的 所以今天不是叫上 哎呀我没读书 你就要来听 这个我听得会嘛 我又不是大学生 你就讲大学 那么高深的东西 我听得懂吗 听得会吗 我什么时候才学得来 你不要又落入了另外一个陷阱 叫自暴自弃 自暴自弃 自怨自哀没有用 自暴自弃不会用 天生我才比有所用的那个用 您也可以大用 就是这个 智德 有一个 远远不断的能量 你活到今天几岁了 三十几四十几 对不对 你有没有充过电 有没有像这个要插一下电 插一下电 充电一下 请问你谁给你充电的 你身上是不是有一个远远不断的能量在运转的 对 那是天给你的 那叫自道 它自得啊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 那里面不断的在运转 用它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六十年八十年 能量不灭啊 就是这个躯壳丢掉了以后 还可以再用它耶 永恒的叫不息啊 自疼无息啊 那个真正的大能量不曾停息过的 在你身上有 今天就是找这个 但是你如果没有把它张显开来 就是不仁不义 不忠不孝 只有这个能量就越来越低 越降越低 狗不自得自道不灵连 你那个道就不知道 张显不出来 一个人有德呢 就是要超越这个地方 才回到道 没钱的人 你跟他讲权利 算了吧 三餐比较重要 有饭吃才好 你给我什么都不要 所以没有钱的人找金钱 有了金钱 想要满足基本的生活的生理需求 所以有了钱以后怎么办 有了钱 有了钱以后呢 保护你的钱 有了钱以后想要更高的时候 没有人尊敬我 所以做一点善事 跟着人家哪里好事哪里做 借着机会铺桥道路 养一点名声啊 不然人家是为父不仁啊 所以做一点善事 基一点得啊 基一点得还不够 他想着哎呀 我做了那么多的在忙什么 更重要的是要找到那个道啊 生命的道啊 生命的规律啊 回归到天的境界啊 所以故君子尊德行的道问学 一个修行的人 他尊德行的道问学 他在学跟问的过程 以道为核心的 生命的内涵有多深 自往道而进京为 极高敏而道中佑 道从中佑里面可以提现出来 当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回过头来 见识自己 你会从哪里找到 敦厚 你是天地的缩影 敦厚于崇里 所以你会知天示天的目的 最后才能佩天 佩享圣庙 孔子不是佩享圣庙了吗 全世界那么多的孔庙是干什么来的 就是后人对于他得责的一种肯定啊 灵性、自信、本性 上天给你的 这一点呢 生命的入手也是生命的疗手 心是善变的 所以率着你的本性的作用 就是叫率性之味道 人了一辈子 这个身子给你来作用创造的 所以要藉着自身来成就叫戒甲修真 你懂的戒甲修真 我说的甲是暂时给我们用的 一千年以后它不存在了 所以因为一千年以后它不存在 它现在在 所以我们现在借着它 庄严的 借着这个一千年以后会消失的东西来用它 借着这个一百年以后会消失的东西来找到真我 那你就知道修行多么可贵啊 也就是谈修行 好像对你有谈情一样啊 听不懂在讲什么啊 中庸啊 这个道呢 孔子传给了言辉 言辉得一善的千全福音 一直抱守在心啊 言辉是得到孔子真传的人 而这个真传 他得了这个道 那个宗啊 他找到了 得到老师的传承以后呢 全全福音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全全福音了 他就知道说 哎呀 早晚 晋天啊 能够知天思天 然后晋天佩天嘛 就是这个道理 中庸这一篇呢 是天命当 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把它记下来 墨迹在凶 读书啊 书不经思 无以至义 理之义啊 书 你在写字的时候 你光写 然后不去想它的意思的话 你没有经过失律的话 你不知道里面在写什么 读不自诵 无以至思所之宫 你在读它的时候 你没有背诵在内心的话 你就不能够反复举嚼的了解 里面到底在表达什么 所以 所有经文呢 能背的尽量背 但是不要 不要英语学说话 小和尚念经有口无信 这个第一篇章都是要记起来的 大学第一章也要背 中庸第一章也要背的 不要大家背 要大家念 一二三念 天命之为信 率性之为道 修道之为教 道业者 不可虚异离也 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 皆胜乎其所不独 同居乎其所不闻 莫险乎赢 莫险乎为 故君子生其毒也 喜怒哀乐之为 法肺之中 法尔皆终结为之和 忠也者天下之大恩也 何也者天下之大道也 之中和天地为焉 万物欲焉 这就是忠庸之道 告诉你的来处 也是你的归处 道会让你一辈子 长阳在这里头 你会喜悦无穷 忠庸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我刚讲的不远的地方 上前 上前 你会变得不吝点 你会变得不吝点 他会变得不吝点 你会变得不吝点 我会变得不吝点 百分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